Hello 大家好 我是Tara胖胖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我把这个视频是上个地方把它录掉 结果就是吃完那个拉泡面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喉咙痛 然后咳嗽 溜鼻涕 打喷嚏 发烧 当然再都没有好 所以我讲话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闭音 然后偶尔会咳啊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今天就快点把这个视频录掉 然后大家就可能这周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发布都说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那么我的这个包呢是这个 喵喵的这个包 我买这个包已经有一年了 好像去年在奥兰多的那个 奥赖里面买的 当时可能就不是新款 然后我只觉得它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颜色啊 包括这个造型 以及这个就是手柄的这个长度 我自己都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当时就也没想什么就把它买了 首先它的颜色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那种粉色嘛 特别适合春夏的时候来背 看到了就觉得挺喜欢的 另外就是这个手柄 这个手柄它很长 你可以这样提着 你也可以这样跨着 平时你还可以这样背着 就是就背起来就是很舒服很舒服的一款包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的挂式 这个是我自己挂上去的 就是把它拿下来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挂式 这个上面有一个字母思雅 因为我的那个英文名是Cindy 原价可能100块以内吧 我具体的不是就是不太记得了 反正我到时候会把它的连接和名字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把它挂在旁边 就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挂上去的时候就是在这 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包里面的格局吧 这个格局呢 它是分三层 但是买这个包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里面的格局也非常非常好 格层 就是我觉得 我不喜欢那种很大的一个包 然后里面什么袋子啊 夹层啊都没有 那就会让我觉得包里面就很乱嘛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 所以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那我们就从上面的这个空格来看 就是里面都有什么 然后首先这个旁边有一个拉链 然后可以把它拉开 里面 其实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对 首先呢是一个眼镜布的 因为平时我其实是不戴一些眼镜的 就会戴那种框架的眼镜 所以眼镜布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有就是里面有个镜子 在那个兰蔻买东西的时候送的 就粉色的 它还挺可爱的 就是质感也挺好的 然后就塞在包里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太适合放包 因为这个就比较比较厚了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一个干洗手液 接下来呢 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挺神奇的 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口气清新的一个喷物 它这个挺可爱的 就是它这有一个蓝色的头 然后你把它转一下 然后这就会有一个口就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喷 就这样的 这个是在Alta买的 如果我能找到连接的话 就给大家连一下 所以这个小袋子里面的东西就就说完了 然后把它拉上 然后呢就是这边这个大的夹层里面的东西 首先呢是一个这个日常本 每天需要办什么事情我都会洗来上去 不然我就会就会忘记 然后一天就是浑浑饿的就过了那样的 所以这个本子就是每天都会带的这样一个本子 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小袋子 一般如果每个月要来姨妈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带在包里 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还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纸巾 就是这也是从中国带的 就是新疆印的纸巾 因为我这两天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就是流鼻气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纸就带在身上 就出去就可以擦鼻涕就这样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纪凡西的这个唇膏 这唇膏是那种变色的 它里面就是这种粉色的这种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中间 这个夹层里面有什么 全都是吃的 首先这个是长鼻王 我男朋友回国了一次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中国的零食 然后就带了这个长鼻王 这超好吃的 这是一个香橙酥哈 这个是繁华 怀念好滋味 苏州特产 中华老字号 还有一堆东西 哇 全都是吃的 我们雀巢的这个Kicat这个 就像微话一样的 这个是那个抹茶的微话 就是在那个日本超市买的 有点饿 像这种小零食的话 我就特别建议 大家可以往包里面塞一塞 因为有时候饿了的话 如果没有吃了 还挺难受的 哦 山楂饼 就是那种一片一片的小的 小的那样的 还有一个化眉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吃多了 然后胃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 就会吃一颗 上海的一个专门卖这种小零食的牌子 叫来一份 里面的东西都很好吃 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了 他们家有很多 新出了很多小零食 我都不知道 然后这次我马上来就 给我带了很多这种小零食 超开心的超好吃 然后这个袋子面 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一个装糖的小盒子 就是那个糖吃完了 所以我就在里面装了几颗 这个叫什么 就是 就薄荷糖 嗯 还挺好吃的 这薄荷糖 所以就把它放在里面 最后的这个呢 就是首先有个这个袋子 又有一个袋子 首先是有一个小镜子 又有一个镜子 Hello Kitty的一个镜子 然后主要它这里面很好 它是有 两个镜子 一边是这种正常的 另外一边是放大 唇膏 这是Dior的那个变色唇膏 那接下来呢 也是一个唇膏 这个是 是Bear Mineral的 一个唇膏 送了一个小样 然后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涂了这个唇膏 然后大家还 问我这个色号是什么 这个唇膏 它确实就是 你不化妆的时候 单涂就 也不会觉得很突兀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一支的颜色和质地 你别看它现在就是 颜色看上去好像挺深的好 但其实它涂在嘴上之后 可能因为我唇色有关系 就特别自然 如果不化妆的时候 涂它也不会觉得很突兀 我就觉得整人气色很好 然后嘴唇亮亮的 就很好看 然后是一个 不挑季节的颜色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挺适合你的 对 就是看起来很优雅 很professional 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是一个香水 是这个牌子的一个香水 他们家这个系列 有很多种花香 然后我当时在斯布兰 那时候都闻了一下 就觉得这个最好闻 然后就买了这个小的 然后上面是滚珠这种设计 在这边 然后就是双手搓一下 然后再耳后这样 垫一点 是我很喜欢那种 很清晰的花香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两样东西 一个呢 就是这个U盘 这个是我学校发的一个U盘 就是以防万一嘛 就偶尔可能要 copy一些 什么东西的 我就戴在身上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一支笔 这个笔也是我们学校的笔 就没什么特别的 这个格子里面呢 还有另外就是我的手机 还有我的钱包 这是一个卡吧 因为夏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不会带 那种大的钱包 这个是我男朋友用剩的 因为之前想要一款卡包 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然后我就把它的拿回来用 就是我的地铁卡 然后ID 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边也是一张银行卡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Sex的一张 那个什么memorship card 然后还有一张学生的ID 对这边还有一个包 放了我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首先呢 是一个这个头绳 另外呢 就是几个夹子 这个小的黑夹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 两个地眼液 另外呢 就是它里面不含防腐剂 所以成分就比较天然 然后就是三个这个牙线 就偶尔会用 还有这种 透明的这个小头绳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就有点像双面胶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是贴衣服的 比如说女生 偶尔会穿那种衬衫 你系扣子的时候 就是胸这边扣子和扣子之间 它会就是 就张开那样子 所以你就走光了 对吧 所以就要把这种东西 就是贴在 这个扣子和扣子之间的地方 然后这样捏一下 它就不会开了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厨艺味的一个湿纸尖 比如说 你比如说一眼下出汗了 有奇怪的味道 就可以用它来擦一下 就带了一个这个 还有几个窗可贴 这个就是我用来贴脚的 然后最后 这是一个小包里面 装很多东西 最后呢 是一个护手霜的小样 对 就是偶尔 手会很干 或者是鼻翼两侧会很干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稍微涂一下 滋润一下 就是这个小包 就是 这边还有个雨伞 这个雨伞 我不是经常戴 就是偶尔会戴 因为这两天 芝加哥的天气 真的是变幻 变化莫测 昨天晚上 昨天上午的时候 还超热 然后太阳超大的那样子 贴上一片云都没有 晚上的时候竟然狂蹦暴雨起来了 那受不了 然后这个就是 一个洒 这个是在Topshop买的 这个洒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配色 你刚刚看 它这个 里面 就是外面 就是你把它撑开的时候 那个外围是黑色的 但是它这个内心 就是这种 像蓝天一样的 则就 每次撑它就 觉得心情很好 虽然外面 在下雨 然后自己头上 就有一片蓝天 就很开心 还有什么 哦 还有我的钥匙 掉出来了 本来是在这个 本来是我就把它塞在里面 垃圾 里面还有一个 小的拉链 这个包真的是拉链很多 然后里面还有两样东西 有一个香水的小样 这个是亚世兰黛的 一个香水的小样 味道不是很好闻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它就是 就随便用用 然后还有一支笔 然后就没有拉 那就是我包包里面 所有的东西 就和大家介绍完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 另外欢迎关注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新网微博 我的新网微博名是 Tara Papa 下面一支视频呢 就是关于我的50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这支视频 或者任何一支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什么类型的问题都可以问 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是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地问 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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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